我就在附近 可是因為拔出來 是不是 血管被插破了 開始凋血 被插得到都慢 是不是這個老師急救無效 所以雙事物本身是有加壓值血效果 你插進去是不是還有壓住血管 還有加壓值血效果 所以都是隨便浪拔 ok 好 這樣可以吧 ok 好 另外一個 我們之前看過一個工人 我看過最嚴重的穿刺傷 是一個鋼筋從這邊插出來 是工地 是不是從鋼筋那插出來 ok 好 那我想問一下 你要把它拔出來嗎 拔出來是不是很實在現場 所以我是要把鋼筋截斷 截斷是不是連著鋼筋送進救護車 是不是這個急救 好 那在急救 在開刀之前是不是要做什麼處理 一到急診室的時候 他們第一個要做的是什麼 是做什麼 緊急輸液 打點滴啊 緊急輸液是不是趕快打 這讓它血量多一點點 血變多 是不是待會處理的時候 是不是吃血是不是比較多 是不是還可以維持血壓 ok 好 不能補充太多 ok 方式傷 好 這個是穿絲傷 有看到 是鉛筆插到 所以小朋友 在顧的時候要小心 在鉛筆是不是可能插到 好 因為可能拿鉛筆寫的時候 又含著或什麼樣子 可能就容易牽中 補後是被插到 所以大家非常清楚 好 但是割傷 傷口是比較平整 但是你要割的位置 是不是要 有沒有被割傷過的 被紙割到 被刀子刮到 是不是都可能會有 但是呢 就是看你畫的多少 對不對 這可能有畫動脈或一般的傷口而已 所以 傷口比較平整 但是有可能出血量比較多 這個要稍微注意 ok 這個割傷呢 這個割傷 也會聽過 我們一個例子 放風針 放風針 放一放之後呢 風針掉了 可是它是用大型的風針對不對 是用魚線 那魚線是 掉下來之後 是橫位馬路 橫位馬路 雞尊騎過去 啊啊啊 是不是畫到 頭邊有斷 但是是不是有割傷 所以這個處理是不是就是 加壓止血 是用八字的一個包法 是把它包紮起來 這是我們在包紮箱的時候 也是用其中一個頸部包紮的技巧 是割傷 ok 好 再來是擦傷 擦傷 擦傷是不是廚師叫擂殘 不是叫縱草 不是 擂殘 ok 所以擦傷之後是不是有可能 有些是嬌囂的 有些是像草莓的樣子 所以看是乾的擦傷 還是擦的時候是皮的破掉 有沒有 所以這一個擦傷的部分呢 其實擦傷面積很大的話 你的整個表皮就被戴起來 是不是很容易感染 所以這個大面積的擦傷的時候 要你注意 因為可能會有感染 只有導致風心 風窩心組織也 這樣來講風心組織也 就是要小心 傷口的部分都要注意這個感染的問題 好 再來就是挫傷 挫傷 是不是撞到是無聲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挫傷 挫傷呢 我們 假設 外物撞擊 這是頓物撞擊 是不是挫傷 撞得夠大力 是不是在往內走 撞到骨頭 再大力一點 骨頭是不是斷掉 是不是就骨折 好 這是撞到肢幹的位置 如果撞到是關節的位置 你撞 是不是就 dislocation 是不是脫臼 所以看力量的大小 是不是造成的傷 是不是就不太一樣 好 那傷就不太一樣 好 好 那我們看這個傷 這是什麼傷 有些人打籃球 膝蓋被頂到 是不是頂到大腿 就叫吃雞腿 一樣是不是就是被球 K到腿 是不是整個球 整隻腿出現球的形狀 還有buck 場牌都出現 因為球是不是有紋路 場牌是不是有紋路 K到的時候 像我之前 我看過一個就是足球比賽 足球比賽 我看到那個踢 12秒後踢那個球 是不是很多人是圍在那邊 這樣一直跳 圍著是不是就怕被踢到對不對 可是呢 球踢起來的時候是不是要綁 就把他頂掉對不對 球是不是很快 直接打到身上 球是不是就變形 直接一彎到身上之後 球的形狀 很紋路 場牌都出現 OK 好 不要講哪個場牌 OK 這個就是挫傷 可以嗎 這是挫傷 好 另外一個槍傷 槍傷的部分是 就是 子彈進去 端進去 出來是會有爆炸 所以進去 傷口會比較小 出來傷口會比較大 這是槍傷的一個特性 OK 我是要介紹各種傷的不同的類型 OK 好 再來是出血的 我剛才是不是講到 動派出血 雞派出血 跟微血管出血 動派是什麼 噴的 OK 雞派是什麼 勇的 微血管呢 聖的 可以嗎 那動派是 紅色還是暗紅色 鮮紅色 鮮紅色 是不是鮮紅色 是沖陽血 靜脈是 暗紅色 是缺陽血 那微血管也是 暗紅色 OK 好 所以這是 暗紅色 是勇出 微血管是不是 是聖書 這樣可以嗎 你可以用大腦中式的印象 你看到噴泉 就是動脈出血 看到泳泉 是不是就是 有沒有看到 泥火山就是泳出來 對不對 好 如果是勝出了 那是不是就是 微血管出血 好 另外一個呢 這個 是補充 我快速講一下 好 當我們 失血的時候呢 血管會自然縮縮 會減少出血 所以當我這樣 碰 斷掉了 血管會縮小 會減少出血 所以人體的自然討論機制 血管在自己縮小 好 再來 另外一個呢 髒口比較大 出血比較多呢 我們身體 就會往重量器官 血液 往重量器官走 表面的肌肉 血液循環就會變得比較差 所以看到這個是臉色常白 可以嗎 因為重量器官是不是要先給 皮膚跟肌肉 比較安全 所以我看到這個是常白 是人 可以嗎 好 這是人體的側度現象 OK 好 另外一個呢 假設有出血 血流到邊 是不是會有淋血 我們的血膠管 是不是會導致淋血 因為是外面的 因為是裡面 都會有淋血的作用 好是第三種 好 再來 受傷的地方 是不是會開始會有 種種脹脹的 好 但是我們免 免疫系統到外面 是不是在開始 對抗器卷 所以受傷的地方會造成種種 種種 OK 好 再來是講直血法 直血法的重點 是不是要控制出血 所以我們是不是 設防一個大腦出血之後 動案出血 還有時間 血流不止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趕快去止血 好 那直血法呢 我可能要用 示範會比較快一點點 好 因為時間關係可能有幾種 第一個 假設我們現在呢 一般我會直接化 好 這邊是有 有個傷口 我們要接觸到血 是不是最好要怎麼 對 是不是要戴手套 或減少接觸體驗 或是用紗布塊 或乾淨的布 是不是做加壓 OK 好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做 這個 是不是加壓 直接加壓 直血法 OK 再來是抬高 要高於哪邊 高的心臟 是不是叫抬高 直血法 OK 好 基本上這樣就會指得住 所以一般直血法 我們是用直接加壓 加抬高 基本上這樣就比較好控制出血 可是它如果血流不止 這樣還是在流血 我們會加上另外一個叫直血點 直血寶 OK 好 這邊呢 直血點直血寶 直血寶 就這樣就這樣 OK 所以我是用直血點解法 這是上肢節點直血法的技巧 OK 好 另外一個呢 下肢節點直血點法的技巧 我們可以 時間不太夠 我們可以快速躺個就好 我示範一下 OK 好 如果是下肢出血 我是把腳抬高 這個地方出血 我們是做直接加壓 抬高是不是高於心臟 好 這邊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叫骨動範 所以我是用掌根 這樣是不是做 加壓 壓住 是減少它出血 就是直血點直血寶 這樣清楚嗎 OK 所以我們上肢的直血點 是不是用骨動範 下肢是用骨動範 比較多一點點 好 可以 這樣子 謝謝 好 但是呢 我們在做直接加直血法的時候 有幾個要注意的 第一個 好 第一個 如果傷頭上是有穿濕物 你不可以直接壓進去 所以記住 你要左右兩邊加壓 你明白嗎 如果這是玻璃 你是不是要用兩個 厚的東西 是不是在左右兩邊加壓 壓住 這樣是個加直血 而且可以固定穿濕物的效果 穿濕物才不會掉出來 OK 這是海招直血法 剛才是有示範過 那是直血點 直血點呢 直血點呢 直血法一般我是用在四肢 手跟腳 用在手跟腳 OK 好 這個是剛才示範的 這是剛才示範的 功能範的圖學 好 另外一個呢 是 冰敷直血法 冰敷直血法 如果是 避手性的傷害 一般我們可能都是用冰敷直血法 所以扭傷 拉傷 挫傷 這是可能就是用冰敷直血法 OK 如果是開放性傷害 我們是不是不用低伏直血法 這樣明顯嗎 因為是不是可能也會乾啊 直血帶 基本上初級是不交的 OK 好 有機會的話上高級拜 OK 因為時間比較短 那剛才講過是不是出血量的估計 是不是剛才講的 體重的十二分之一到十三分之一 另外一個算法 每公斤 八十CC 你幾公斤 就乘以八十CC 就是你的血量 可以嗎 好 在一般的話 創傷處理的部分呢 有幾個 注意事項 這是最重要的 你們講義上應該都有這一個 創傷處理 第一個 要控制嚴重出血 所以我們剛才是個直血法 哪一個直血法 直血加壓 再來是排高 再止不住 是不是就是 直血的直血法 可以嗎 好 再來是預防感染 第一個 我們是不是要 減少這個 所以我們在碰傷口的時候 是不是要進呢 要戴手套 減少 接觸體驗 另外一個我們清理傷口的時候 是不是要 我想問一下 如果這件事眼睛 有受傷 你要這樣衝 還是 這個地方受傷 你是這樣衝呢 還是這樣衝 這樣衝 傷了再向外 有內向外 這樣衝 這邊是不是傷更嚴重 所以這邊是要這樣衝 漂亮嗎 處理傷口是有 好 如果另外一個呢 傷口的話 這個傷口是這樣子 我現在在上藥 上優點 我是這樣子擦 還是這樣子擦 還是這樣子擦 還是這樣擦 三種 這樣子 這樣擦是這麼大 對不對 這樣子擦 還是這樣子擦 還是這樣子擦 哪一種 油內向外 哪一種 第一種是什麼 烤肉漿的方法 你這樣會把細細字趕進去 所以你記住是不是要 油內向外 是不是要超過傷口 一公分以上 把周邊的是不是擦乾淨 還有是不是處理傷口 是不是要注意的 這樣油內向外 那另外一個呢 假設這個傷口 我是用砂布塊壓下去 砂布塊是整個撕掉 要不要把它拿掉 那我是不是用新的砂布塊 就再壓下去 好 那壓完呢 子彎血了 要怎麼辦 砂布塊就垂在上面嗎 之後就變成網狀結構 OK 子彎血之後呢 我是用生理節水沖 把這個淋血變軟 我是不是纖維 因為砂布的纖維是比較硬的 你慢慢再拉起來 是你淋血會淋在上面 砂布塊是不是會脫離 好 所以你還是要先壓下去 等這個充滿多數 它自然就會 就會 你可以拿得掉 這樣不可以直接撕起來 是不是又新的傷口出現了 這樣可以嗎 OK 好 那預防修課呢 剛才是有講到 其實你撞到的時候呢 假設這邊滿臉都是血 我是不是要把血擦乾淨 露出傷口 另外你是不是要適當的安慰它 減少糖片給它太多壓力 所以我是不是要疏散一下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要給它心理的支持 還有呢 擺適當的知識 剛剛是不是有教適當的知識 適當的知識 好 另外一個呢 銀漆的醫院 這邊醉漆的醫院在哪邊 亞洲醫院 對不對 所以五分鐘就可以到醫院 三十分鐘就可以到醫院 是不是都要記錄起來 為什麼 假設這裡是斷肢 斷肢 你送到一般的急診是也沒用 因為我們是要把神經 血管 急診肢膠接回去 所以你是要送到有顯微手術的醫院 是不是才接了回去 你送到一般醫院是沒有用的 你是不是還要再找電影室 所以這個是沒有用的 好 所以臨漆的醫院呢 你是不是要都要搞清楚 如果這個地方 它會被毒蛇咬傷 也沒有血清 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創傷處理的 四大原則 這是最重要的 可以嗎 四大原則 好 那清傷呢 其實我剛才是不是講過 我 我是不是要就 這以前沖 沖完之後是不是就是 要上量嗎 對不對 假設我們只玩水 沖完 你是不是要由內向外 那要不要 沙布塊固定 或是用沙布塊固定 如果你要小的傷口 要維持乾燥跟乾淨就可以了 如果沒辦法維持乾燥乾淨呢 是不是就要覆蓋起來 這樣清楚 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比較細的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好 這穿絲傷是高提提舊的 好 要提舊的 我們是不是要用 你要練提把它固定起來 像這個插到眼睛 是不是要把它 是用個杯子 所以挖個洞 套上去之後 是不是再用左兩邊固定起來 是不是就不會動了 對不對 好 這個是 看過就好了 如果左兩邊加壓 用沙布塊就是左兩邊加壓 這穿絲物是不會壓到 而且固定住 再把沙布塊固定起來 這就不會移動 對 好 像這個是玻璃 是不是就左兩邊加壓 對 好 這穿絲物 我們會用田田圈 這創傷處理也會加 OK 好 這個是高級班的 穿絲傷 是不是氣胸 好 不用了 這是氣胸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OK 好 再來這個 這是什麼 冠絲 斷絲 我看到真的斷絲 斷絲 我看到真的斷絲 斷絲有分成兩個 一個是離開身體的 這個斷絲 一個是身上的 身上是不是有傷口 是不是在出血 這是 動漫出血對不對 是不是要加壓直血 抬高直血 沒有限 沒有辦法控制 是不是要直血點 直血跑 這是不是身體的 那離開這個呢 這個酸絲 這個斷絲 要怎麼辦 我們在傷口這個地方 這斷絲的地方 要用濕的紗布塊包起來 是維持它的濕潤 OK 再用塑膠袋把它封起來 是不是減少它的感染 是第一個 要處理的步驟 再來呢 我們是不是再用另外一個塑膠袋 放冰塊 再把這個放進去 讓它降溫 而不是把這個斷絲 直接放到冰塊上面 是會弄傷 放在水裡 細胞破光了 所以這個斷絲也廢了 所以不可以亂放 OK 所以一般斷絲呢 切斷之後離開身體 離開身體 它可以撐3到6小時 可以嗎 所以斷絲處理的防禁時間是多久 3到6小時 所以在3到6小時之內 要把這個斷絲 跟這個人一起送到醫院去 是要什麼醫院 有顯微手術的醫院 就是把顯微手術縫回去 這樣是不是才有功能 這樣之前是不是就是 壽山動物園的那個 胃養師手被整個咬斷 潛壁的咬斷 是不是也要送到醫院 就把手接回去 後來復健還不錯 復健還不錯 所以呢 記住要送到顯微手術 黃金時間多久 如果降溫呢 可以撐到6到8小時 對嗎 所以你有這樣標準處理 是不是可以撐到6到8小時 但是如果沒有這種標準處理的話 我們盡量學標準處理吧 但是做不到的話 再盡快送 維持乾燥乾淨的情況 是不是趕快送 這樣了解嗎 趕快送 這是斷肢處理 可以嗎 這樣過之後都可以了 這是比較細的 接下來我們用圖片來講 這是劉鼻血 劉鼻血怎麼放 來解一下 好 不小心 是撞到 劉鼻血 或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劉鼻血 好我們看到劉鼻血呢 第一個 我們是不是看到這個鼻骨 摸一下這個鼻骨 看有沒有斷 有沒有歪掉 OK 那這個地方我們找到這個是 我們血管是從這邊下來 從這邊下來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摸到你自己的鼻子 這邊是不是硬的 這邊是不是軟的 是不是軟骨 OK 所以我們在硬冷跟軟的之間這邊做加壓 所以剛好是不是壓到血管的位置 所以是直接加壓 直血法 有沒有高心臟 是不是抬高直血法 好 請他身體頭前傾 讓血液是不是流下來 可是在流的時候呢 流的時候我這手如果是壓的 我另外一手是不是要把血擦乾淨 為什麼 要減少心理負擔 所以旁邊的人就會講 很明瞭沒有 兩種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要 壓完之後是不是要把周邊的血擦乾淨 是不是露出 可能是輕微的鼻骨破裂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是把血擦乾淨 好 用嘴巴呼吸還用是鼻子呼吸 用嘴巴呼吸來吸氣 用嘴巴呼吸來吸氣 為什麼 有沒有坐公車 睡覺 往後被口水嗆到 OK 所以呢 口水是不是嗆到氣管裡面 會 鼻血會不會到氣管裡面 會 那鼻子髒不髒 髒 鼻子是不是很髒 是玻璃空氣吧 所以有血塊又有髒的細菌在裡面 是不是跑到氣管裡面 是不是導致吸入性的肺炎 了解嗎 是不是導致整個肺 是不是都是細菌感染 是不是有吸入性的肺炎 所以我現在是統一去改為 什麼 前起 可以嗎 所以我是再來 壓住鼻子 直接加血管 壓勾久 五到十分鐘 可以嗎 壓五到十分鐘 用嘴巴呼吸 前起 好 把周邊的血擦乾淨 再來呢 額頭這邊要做什麼 跟鼻子要做什麼 我剛才講 血管是從這邊下來 我這邊拼敷 是不是可以讓血管縮縮 就可以減少血流下來 所以額頭跟鼻子這邊是做拼敷 就可以減少出血 是叫拼敷直血法 可以嗎 再一次 第一個 第一個 我們到現在 是不是看這一個 我們是不是要先檢查鼻子 沒辦法 對不對 是不是就加壓直血 五到十分鐘 可以嗎 用嘴巴呼吸 把血擦乾淨 是不是在我們的額頭 跟鼻子這邊 是不是做拼敷 這樣是不是就是放掉 如果沒出血 是不是就OK了 這就好了 如果再壓 還在出血再壓 再放掉 還在出血 血流不止 怎麼辦 什麼原因 有可能兩個原因 或是其他原因 原因不止 第一個 有可能是高血壓 是不是壓 所以一直流血 第二個 頭顱骨破裂 顱骨破裂 就是流血不止 另外一次原因不止 所以要趕快什麼 手提 這樣才行嗎 這是鼻子出血的 處理方式 這樣清楚嗎 OK 好 謝謝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 是不是基本上 就是我們的 初血 就是常見的一些 初血處理的部分 一個是 心為傷口 嚴重初血 是不是要把 幾個直血法 是不是同時用上 對不對 那剛才是不是有 油鼻血 是不是還有 斷絲 都是要這樣子去 充分去處理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另外一個 我想問一下 你家有個急救箱 有些沒有 有些沒有 有些有 那你急救箱放在什麼位置 有個固定放在什麼位置 有些沒有對不對 那你要拿急救箱 不知道放哪邊還要找 對不對 你急救箱要做什麼 急救 那你有放的位置 不明顯 你就會拿不到 所以你急救箱 就要放在明顯的地方 甚至要標示 那邊是急救箱 所以像我們知道 如果我是公務常 我們是不是就是有急救箱 就放在那邊 甚至貼一個 紅十字 是不是就急救箱 有個標字 急救箱在一幾格 是不是就標示在那個地方 是不是隨時都可以拿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 急救箱裡面的器材 有沒有輕點過 另外一個 演藝的器材 有沒有過期 他們都過期了 他們都過期了 這樣清楚吧 這個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最後就是 我們這一個部分 創傷直選 最後你是不是要去 了解什麼 急救箱裡面的設備 當你要知道這些東西 要處理的時候 才能力處理 OK 好 那創傷處理的時間 我就上到這邊 那你先做一個動作 把他揉力一下 把他稍微欺負一下 讓他變軟一點 OK 好 那這個部分 各位 那 看到這個畫面裡面 這有點 有點詭異 那不好意思 那是我電腦的問題 不是投影機的問題 我會講 接頭的問題 接頭的問題 哎呀 感謝你 感謝你 謝謝你 包紮的目的 很簡單 我們把它很快的看過去 第一個 它是固定敷料 敷料是什麼東西 敷料就是你當你把傷口 剛剛林教練介紹的那些傷口 處理過之後 你總是要把它蓋住 上藥之後把它蓋住 蓋住的那個東西 叫做敷料 OK 很簡單 固定敷料 甲板還有受傷的部位 這是因為包紮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 這個塑料把它固定住 不會造出來 這是包紮的目的 之一 第二個 保護傷口 因為你的東西 你的傷口 已經被清潔的物品 清潔物品包括什麼 你清創之後 你的點酒消毒之後 再加上你清潔的紗布 蓋上去之後 把你的傷口 不蓋住了 不再加上 讓它不會接觸到 骯髒的環境 OK 它是固定用的一個部分 保護傷口 減少感染再受傷的機會 OK 這很簡單 那接下來 支脫傷部 指傷部 舒適安全 哇這個 講起來很辛苦 但是說起來很簡單 基本上 這個在整個 傷部的包紮的運用裡面 就是讓你受傷的部分 不要再跟動 不要再動 不要再動 那 比較大的傷口 當然譬如說 你整個脂幹 會移動 那個部分 我們有另外一門課 是骨折的一個處理物品 但是我們經常會碰到的 小朋友跌倒 高興玩耍 跌倒 崩下去 然後 可能骨頭哪裡就斷了 好特別是上臂 對不對 那怎麼辦 你總是要讓他拖著 那在送去醫院的時候 他當然醫院有醫護用的 這個固定的病種 那很多人要自己忙 那再比較簡單 簡單的 當然就用我們現在手頭 等一下會介紹的三角形 讓他有支拖 這是他的一個很大的作用 然後另外局部加壓幫助止血 幫助止血 然後還可以預防局部的腫脹 這個部分再補充說明 請跟各位報告一下 剛剛有介紹直血法 很快的講過去有 直接加壓直血點直血蛋 對不對 還有一個鼻量鼻出血的處理 但是在整個運用的環境裡面 請各位務必有一個觀念 直接加壓直血是目前推廣最有效 最直接最方便的一個方式 也就是說直接加壓是我們在一般的救路人員 一般的民眾之間大家彼此協助裡面 直接加壓是你必須採用 而且腦筋裡面大概90%就是用直接加壓去注入 那當然包紮 因為你在整個固定的過程裡面也會加壓 也會把它迫使 所以讓它出血的機會 甚至於包括內出血腫脹的機會 都可以降低 這是我們包紮的目的 那這個部分矯正機型 這個部分在目前今天介紹的部分 不會很多這樣子的部分 簡單帶過去給各位 讓各位知道 OK 那包紮的種類跟工具 捲軸封袋 各位看過捲軸封袋嗎 就是一長條嘛 對不對 一長條 那現在甚至還有製黏式的 以前是一般的紗布 然後接下來彈性封袋 現在還有製黏性的 不過製黏性的很貴 各位使用的時候考慮一下 接下來三角巾 還有封袋的代用品 各位 這些東西你有沒有發覺有一個共通的特性 它是袋狀物 袋狀 袋子的袋 袋狀物 它只是寬窄有不一樣 袋狀物你然後變得很小 那就是繩子了 繩子要不要用 不要用 不要用 很寬的部分是怎樣 看地方用 很細的細繩為什麼不要用 因為它的壓迫太集中了 會容易造成什麼 細胞壞死 這是我們不希望造成的副作用 OK 袋狀物 那什麼叫袋狀物多小 看你的傷口多小 你今天手指頭這邊裂掉 那你的袋狀物還是兩公分厚 那對不對呢 好像不太對 好像不太對 那各位印象中最簡單的袋狀物是什麼 OK棒 正確就是OK棒 所以你用的東西 我個人這個沒有絕對的學理基礎 我個人的標準是 再窄不要比OK棒窄 因為再窄下去你就沒得完 那OK棒又很方便 OK 這是OK棒 寬呢 看位置 但是最起碼看你受傷的部分 你不會再比它再寬 OK 這個後續會給各位做這樣 因此這樣子的時候 它就有很多替代平衡 在做的比較少 靈帶沒有 圍巾有 現在圍巾這麼高級的 圍巾拿來包袋有點遺憾 OK 這些都是長的襪子 褲襪 這兩個東西雖然寫上去 可是不推薦各位去使用 重點在哪裡 它的彈性太大 範圍太大 你很難掌控 就跟彈性崩帶 有人一直都不會很喜歡用 為什麼 拼命加 彈崩一直加 用力巨大 結果彈崩它本身有彈性 當你覺得適當的時候 再收縮下去就太急 很難掌控 很難掌控 所以基本上是使用沒有彈性的 帶狀物品 作為我們包紮的主要的器材 OK 三角筋 這個東西 最大 為什麼一直在目前整個教 整個急救推廣體系裡面 非常會主推三角筋的教學 因為它的運用範圍 寡 它藉由一些折疊的方式 它可以變成一個金狀 對不對 可以變成帶狀 它的運用比較靈活 適用的範圍最廣 而且你拿到 了不起你受傷的部分 除非很多 要不然兩條三角筋 大概都足夠使用所有的狀況 這一點是簡單說明 好 三角筋是一個怎麼樣的東西 它是要柔軟 固定的棉布或紗布 棉布或紗布 OK 沒有關係 基本上記住 它的尺寸是一公尺 建方的部分 從對角線採檢過去變成兩條 各位把你的手頭三角筋拿起來 看看是不是大概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揉硬夠了沒 OK 揉硬夠了你不要管它好不好看 你注意看一下 所謂 一公尺 這樣子是一公尺 OK 講的一公尺指的是這樣子 一公尺 對角線這一邊一切 就變成兩條了 好 比較一下好像我手頭這一條 好像 有沒有一樣 一樣 一樣嗎 差不多 殺菌不良多少 那你說 這個樣子 我身材很魁武就夠用嗎 我只能說絕大部分夠用 以中國人的身材來講 絕大多數夠用 等一下我們就試試看 那不夠的話 會介紹各位兩條三角筋怎麼來試用 大家知道三角筋的使用是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這就是浮面 好 一百公分一百公分 這裡是對角切過來 對角切過來的這邊我們叫做底邊 兩個角落叫做底角 對不對 好 這個地方叫做頂點或頂角 頂點或頂角 那各位手頭是你自己的三角筋 是你自己的 為免在這邊大家人多不小心 拿錯了 請各位在頂點頂角的地方 寫上您自己的大名或者方名 這樣以免別人拿錯 OK 現在就可以寫 沒有關係 在頂角的部分 寫一下 寫一下 頂角 頂角 頂角是哪一個 現在就一定要很清楚 頂角 請各位把頂角寫上名字這很重要 三角筋的使用 基本上各位 他可以做這一切使用 整個三角筋使用 整個三角筋使用 可以把它折窄一點 各位剛打開的時候就比較窄對不對 變成窄帶 我們現在先來使得 怎麼去折三角筋 很快的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把它折成窄帶 好 底邊 這裡是不是底邊 我現在這樣子的音量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這是底邊 底邊的中間在哪裡 這裡 注意看我的手勢 不小心你就會覺得我在變魔術 OK 底邊的中間對不對 好 頂角 頂端在哪裡 在這邊 一隻手抓著 底邊的中間 一隻手抓著頂角 OK 可以嗎 好 兩隻手兩個點把它重疊在一起 就這樣重疊 上下 來 果然就有學長學姐就馬上示範給我看了 來 再看一次喔 我先示範錯誤的 這個是錯誤的 怎麼樣錯誤 這樣子叫錯誤的 我們不是要這樣子 再做一次 因為它會往下垂對不對 好 小招式 忘了跟各位講 其他手指頭把它攤開來 上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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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好 跌起來 這樣子 都有了嗎 再一次對不對 你就說 這一種 這一種程度之下 我就覺得我有被尊重成魔術師的感覺 來 再看一次 打開來 一隻手抓著頂角 一隻手抓著底邊的中間 對嗎 好 稍微把它攤開來 對不對 上下跌 上下跌 你不要左右 上下跌起來 兩個點 跌起來 跌在一起 對不對 好 跌在一起 當然一隻手抓住啊 另外一隻手把它攤平 會不會 再說 一隻手 變成這樣 對 這一隻手 然後抓中間的 有沒有 有 有 用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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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手 好 好不好 好,再来,再来,重复刚刚的动作,只不过现在没有底脚了,底脚长在这里,对不对,另外一边还有一个中间点,再把它重叠,这样这样叠起来,再把它摊开来,摊平了,所以要更窄了一点, 可以了吗,好,再来一次,再一次,再折一次,再折一次,这样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谓的宰拜了,好,各位请把你的三脚筋保持成这个样子, 保持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接下来还会再继续表演下去,我今天是魔术表演,OK,这样子的宰蛋,这样子的宰蛋,OK,因为你会发觉这个时候,为什么好像教练你的三脚筋比较好的,他被我揉力过了, 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第二个问题,我直接帮各位问了,教练,你很痛快的,拿在手上这样子,介绍的话,还一堆人不会,那你怎么会介绍,放在桌上摊开来,这样折不是很快吗,需要的时候,我还可以用熨斗给他烫一趟,OK,各位不要忘记了,三脚筋,虽然它不是完全被邀手为不去, 但是基本上而言,你放在桌上,大概桌上会比你的三脚筋脏,放在大腿上如何,我哪知道你大腿刚刚去做了什么事,所以基本上而言,三脚筋的折叠,请各位徒手,徒手在不靠任何东西的情况之下,把它折叠到你需要的尺寸,OK,不要放在桌面,不要放在大腿, 那放在脖子上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因为那样子就不像变魔术了,好,趁这个机会,我要跟这位马上接续下去,介绍一个东西,叫做瓶解,瓶解,现在又变成铜军客了,现在要介绍瓶解了,刚刚变魔术,现在又变铜军客了,好,为了各位看得方便, 所以我另外用我的手帕,这个用了一个礼拜了吗,不是,昨天刚换新的,好,用这一条手帕,只是要让各位方便看出来两个颜色,那自己,好,各位,配合我后面的照片,它是不是也有两个颜色,我又,没办,好,颠倒过了,有颜色的没颜色,好,有颜色的没颜色,好,有颜色的没颜色, 来注意看,它是不是有颜色的,紫色的那一条,压在没有颜色的上面,好,你自己先想啊,你的左右手哪一条是有颜色的,你自己就想啊,好,这一条是有颜色的,有颜色的压在没有颜色的上面,压上去,这样子,对不对,OK,好,有颜色的转一个圈, 转一个圈,接下来,你还记得哪一个颜色是有颜色的吗,好,想清楚了哦,有颜色的在压住没有颜色的,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是有颜色的压住没颜色的,好,一样转一个圈,看起来是不是这样, 各位,你注意看这边,你先不要去试着,你去记住这个形状,有颜色的这一条,紫色的这一条,就是这样过来,然后有个圈圈,有个圈圈,再转回来,有没有看到这样子压过来的, 白色的,白色的是不是这样过来,然后被压,然后再又转过来,看一下你现在的形状,看一下你现在的形状,是不是这个样子,先看清楚,来,我等一下还会再复习一次,你最主要要看得到有一条这样子绕过来,那这一条绕过来,我们的师姐们应该就有印象的,我记得我打丝巾的时候,好像中间也会调一调,就有一块会露出来, 一片,打丝巾就是这样子打,这样子响 好,不太清楚哦,来,我们再来一次哦 我们一起来再来一次哦 好,请你把它解开来 有颜色的,没有颜色的,对不对 有颜色的,压住没有颜色的 绕一个圈,就从前面绕到后面去就好了 再来,再把有颜色的,压住没有颜色的 好,绕一个圈,到半个圈而已,其实到半个圈 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吧 对,对,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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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样子,来,我们把它拉紧 拉紧看起来是不是像这个样子 好,最后再把两个虚虚,两段的虚虚,把它捲进去这个袋子里面 我不希望这个打结造成各位很大的疾难 所以,让各位我们有一个很直觉的印象去做这个事情 来,请各位把它绕在后面去 因为后头很多人为了这个打结 反正规要包扎的方式都忘掉了,都会想平结怎么打,平结怎么打 然后又会想到平结如果打错会扣分,然后就很紧 对吧 千万不要这样子 来,我们试着,大家一起来 我们就统一,右手边这一根是有颜色的 是不是你右边压左边 绕一圈 绕一圈 刚刚在右边那一根,现在是变在左边 所以你左边要右边 绕一个圈 绕进去,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好,那怎么办 上面这个虚虚,这边用力拉紧 OK,这个就是平结了 那你说,诶,教练你把麦克风撑起来 这么松怎么用 重来重来重来,不能备两包 好,第一个绕交叉之后就拉紧了 第一个交叉就拉紧了,对不对 OK,那现在哪边是上面 左手边 好,左手边这个在上面,绕一圈 不要看我哭出来的肚皮 这样子就对了 然后把这个虚虚绕进去里面 这个长左一下 这样对不对 对 怎么解开来 又要变魔术了 同样在一边,右边或者同样左边的两根 我选择同样右边两边,对不对 用力拉,拉扯 拉平了,对不对 来,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千万不要为了凭捷造成你的负担 再来一次哦 好,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择整齐了 我直接来哦 贵的人,我们就来试一次,就一直来 你在你这个时候,你就先记住 右手边这一根就是在上面 熟练了,你左右手根本无伤了 懂吗? 好,右手拉了,左边 转一个圈,对不对 拉紧 拉紧 左边 拉了 左边,压住右边 转一个圈 拉紧 检查一下,形状是不是对的 刚刚有特别提醒各位,形状正确的 好,这个时候,右边 这个虚虚,右边 身上的也在右边 是不是这样拉住 好,右边的 拉紧了 拉直了 还是有人辩护出来 好,这边是下面 上面再压下去 在里面 里面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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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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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者 行 对 这边是上面 上面再压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各位,后续还有很多时间,练习凭节,所以不再多浪费时间。 接下来这几个东西,请各位注意,特别没有课本的人,你要特别把这几个部分,特别来记录下来,第一个,打节的位置,这个没有考题了,所以大家都不在注意,来,第一个,不要打在受伤的地方,不要打在受伤,就是刚刚那个凭节, 凭节不要打在受伤的地方,就是你节,刚刚我们不是打在肚子上吗?也就是说,你如果肚皮的动量刚好受伤,不要打在这个地方,打节不要打在受伤的部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要在颈后关节或骨头突出来的地方,颈后关节是哪里? 这边,对不对,这里是不是挺后骨头突出来的地方,为什么打节不要打在这里,因为我要睡觉,睡觉要躺下来,是不是刚刚打节,打在那里就卡住了,所以不要打在这个位置,OK? 第三个,不要打在受伤的内侧,受伤的内侧,受伤的内侧是哪里是受伤的地方? 你的背后是不是受伤的地方?你会躺下来,肢体的内侧是哪里? 鸽子波这里是肢体的内侧,对不对? 属膝部下面大腿内侧是不是?这都是肢体的内侧,OK?不要打节,把在这里,不要打在肠摩擦的地方,哪里会肠摩擦? 剛剛講洗腹是不是一定常摩擦 手肘的內側 膝蓋的內側 這也是常摩擦的地方 不要打結打在這幾個地方 這一點請各位記住 所以 打結打在哪裡 打在沒有傷口的地方 打結打在哪裡 換個角度來談 打結打在哪裡 打在沒有傷口的地方 打在肢體的外側 打在沒有摩擦的地方 打在肢體的正方前面 因為你背後要躺 我把它反過來講就是這樣子 好 翻角心使用了用 注意事項 這個等一下會再強調過 所以我這邊很快的踮過一次 你全掛手臂的時候 你的手肘角度要略高 略高是什麼意思 這樣子叫略高 這樣子叫略高 這個是高 這個是低 所以不要這樣 需要這樣 OK 好 有傷口的地方 必須放上無菌的塑料在爆炸 塑料是什麼 這個紗布就是塑料 比較簡單講 紗布是塑料 OK 所以一定要放塑料 也就是說 你是整個傷口清創消毒 貼上塑料之後才做爆炸的動作 OK 先固定塑料的時候 由同一固定的地方開始定帶 也就是說你要綁的時候 從固定的地方去 你不要在活動的地方先開始 每圈要壓力均勻 不要太緊或太鬆 第五個 這個骨盆包炸的時候 確定落地 跳 否則要換三角筋 這個剛剛跟各位報告過了 逆血液循環的方式包炸 怎麼說 從遠心端開始 遠心端哪裡是遠心端 遠心端進心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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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端在哪裡 在這裏 沒有問題 好 包炸的時候要露出身體的末端 方便觀察 包炸的時候要站上患者的傷側 傷側是哪一個 左邊受傷站左邊 右邊受傷站右邊 不要把它想成太難 OK 要有適當的防護裝置 避免感染 例如手套附目鏡 手套附目鏡是什麼 這個啦 那個也是 當然現在很多工作同仁 會有壓克力的附目鏡 你沒有戴眼鏡OK 手套 這些都需要的 避免去接觸到敵意 懸疑 越這樣講大家越怕 沒有怎麼辦 沒有 鍍碟嘛 現在走 那只是自己小心一點 盡量去避免接觸 OK 這邊有一點漏掉了 每圈重疊要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 等一下各位會注意到 我們有很多的包紮方式 是有兩圈以上的 就繞一圈之後再繞一圈 重疊的部分 要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記住這個觀念 重疊 繞兩圈 絕對不是這樣子繞兩圈 看到沒有 這樣沒有 一定要重疊 一定要有重疊 好 那重疊多少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看傷口發生 介紹到目前為止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我們即將進入我們的重點 整個包紮的方式介紹分兩大部分 第一個是金狀 金狀就是整個 整個三角巾這樣子來使用 這個叫金狀 OK 代狀是什麼 代狀就是一開始 我們不是在那邊 二分之一二分之二 整整細細長長 這個叫代狀 整個包紮 就是基本上分這兩個部分 OK 好 各位不要把它搞得太難 至於裡面是什麼內容 不多說 好 頭部包紮 我們需要有一位model出來 唉唷 是嗎 是 是直接model出來 來請坐 沒有問題 先讓開 可以 演技越來越好 OK 剛剛有說明過 我們要包紮之前要做哪些動作 輕創 輕創 消毒 輕創 清潔消毒 這個都一支的 然後包上副料 你告訴我這個副料怎麼固定上去 不要忘記了 我們還有膠帶膠骨 OK 那在頭髮這邊 有毛髮的部分 經常你會發覺膠帶是沒什麼用的 可是我告訴各位 先 骨上膠帶 再包紮 效果還是不錯的 好 頭部包紮 我們動作很快 在示範的過程裡面 各位先不要動 注意看 我一定會給各位一個足夠的時間去練習 但是你如果說這個時候被心在忙著自己在弄 你可能會漏掉我這邊 因為這樣我演出成功就大了 那剛剛是不是有講一件事情 包紮的時候我們人要站在哪裡 他這樣是後腦勺受傷腦 當然一定不是 可是因為我必須站在後面 各位才看得到我 這樣子請各位了解我錯誤的示範 好 好 頭部包紮 基本上它是頭的 好 譬如說在上緣這裡受傷 這個雷殘也不會雷殘這樣 那可能是不小心就 哇六斤了 好 這個是精狀 現在先示範的都是精狀 好 OK 我在這邊先折一個邊 大概在五公分左右 好 注意看 我把這個邊緣 套在它眉毛的上緣 眉毛的上緣 OK 這個時候我會手慢慢的往後退 把袋子繞過它手桌 各位注意看一下喔 我現在這個褶甲是不是越來越 我會慢慢的拉 一點一點的拉 所以它會很平順的貼在毛子裡 你如果沒有這樣的動作 先示範給各位看 直接這樣拉 皺皺的有沒有看到 好 我已經把 連什麼美容都告訴各位 好 這樣子拉起來 看得出來差異了嗎 好 在後面交叉 後面交叉 交叉在哪裡 這邊 各位可以 這個時候封封你 再從這裡 突然會凹下來 你在這整骨的下緣 交叉 交叉 繞到前面來 打瓶捷 這個時候不要再小瓶捷怎麼打了 哈哈哈哈 再把它收起來 再轉過來 好 他們也要抓你球球 對不對 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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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OK嗎 這樣OK嗎 感謝各位的支持與鼓勵 好 等一下我們再介紹下一個 所以這邊 這邊 各位很快的 鼓勵一下 是不是都是這樣子 沒有衝突 寫開來 噔 平捷的好處在這裡 它比較平坦 第二個 容易解開來 那你說 打錯了怎麼辦 打錯了之後 用剪刀把它剪斷 好 下一個 臉部的包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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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的情況 各位報告一下 臉部的包紮 有些時候真的用起來 機會很少 而且 不太輸 看一下就好 有這樣子的方式 蒙面的 蒙面的 OK 好 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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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手掌受傷 我們把它包起來 避免乾了 對不對 好 顧料 不要試試 這塊 假裝的顧料 又有顏色又清楚 放著 聽到 放著 這裡 貼好了 手那麼大 我用這麼大 哇 不好弄 怎麼辦 這個時候 剛剛有人弄錯的那招 就可以用了 這樣子 也是半個 金狀的東西 還適合你的手掌的大小 好 來 這個時候 我們要麻煩我的model 側面對著我 因為我如果站在他正面 你完全看不到 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手掌 折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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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接下來我要把 右邊的這邊 翻過來左邊 左邊這邊 翻過來右邊 但是 直接翻 會造成什麼 好 小技巧 馬上告訴各位 先折一半 先折一半 再折過來 先折一半 再折過來 OK 對不對 好 繞過來 剛剛講打結要打在哪裡 外側 你說不一樣長 不要緊張 打在外側 比一樣長更重要 你打在後面 好不好 有些時候不好 這個時候 你就知道為什麼 憑解 不要造成你的不甘 好 想清楚 這樣可以嗎 好 漂亮 好 各位的掌聲就是我最大的鼓勵 好 同樣的方式 同樣的方式 同樣的狀況 我們還可以用在哪裡 腳掌 腳掌 麻煩 學長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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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手掌跟腳掌差不多 請 模特兒站起來 來 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的腳掌 可以接受嗎 可以 可以 腳掌當然比手大 當然我們也要撐住眼光 要不然 學長學姐看不到 腳掌比手掌大 所以要用拳擊 包紮的話是完全一樣 但是現在它是手掌 我是 對 我是說 因為它是手的大小 所以我還是只會一半 示範給各位看 OK 腳掌麻煩 抬起來一下 對不對 跟剛剛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這個時候直接綁在後頭 請各位不要忘記 這是腳掌 你看我平節就擋錯了 摔到前面來 好 好 馬上請學長掌勞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手掌腳掌這樣一樣嗎 方法一樣 尺寸不一樣而已 好 請各位 很快的速度 頭 頭 這個海盜頭 對不對 手掌腳掌練習一下 好 兩個兩個一組 務必包別人 不要包自己 其實機會不大 但是一定會碰到 一定會碰到 但是呢 背部會不會碰到 機會很多 其實機會會比較多 胸部跟背部 先跟各位抱到 一樣的包法 跟剛剛手 手腳一樣 一樣先吃到 學一個就吃到兩個了 歡迎我們的model 來再試一下 好 這個時候還是一樣 跟各位先報告一樣 我是故意站在他後頭 好 不是 好 全進 整個擋 展開來 零點 我都在手上 好 這個時候他哪邊受傷 先講 你左胸右胸 好 這邊好了 他用右胸受傷 我就讓他用右胸受傷 好 好 零點 右胸受傷 對不對 當然這個時候先講 我的膠部已經黏好了 黏好了 所以他的手不在那裡 把他的左手撥掉 等一下 零點 就在這裡 可以這樣 OK 好 底部這裡 一樣 折個邊 折個邊 OK 好 檀文學長 換一看 我們到背後見了 這個時候我要做成什麼樣子 先跟各位講 我的目的是什麼 我的目的要這邊打個結束 这边有一个苍藏的东西 拉上来 跟刚刚那个评点衔接 我们的目的要这样 先想清楚目的 好 这边打个结 什么结 太好了 各位实在是太完美 可是评点如果打错就不完美 OK 是不是一长一短 因为我本来就要偏一边了嘛 对吧 刚刚那个顶点在哪里 在肩膀 在肩膀这里 哇 不不拉一下 再拉一下 会痛吗 会痛吗 各位的提醒我非常的感激各位 在绑的过程里面随时要用患者问一看 会不会太紧 有没有太松 这样子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很大的压力 关心一下 当然千万不要趁这个肩膀跟小姐又要电话 一样打平结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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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红没有 很小可是一定正确 有没有人要检查 OK 转过来 转过来 整理一下 这样OK吗 OK 那背部的话呢 转过来 所以一口气两种方式 就是胸部跟背部是一样的 对 赶快检查一下 对不对 对 正确 胸部这样OK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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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 左边 右边 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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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長您故意要討我們 好 左邊對不對 左邊一樣 頂點在左邊 好 很自然的放進來了 OK 稍微拉長一點 學長請你把手這樣自己扶著 身邊自己扶著 因為這個時候各位有沒有想到一件事 這個角度要怎樣 這樣子還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子 OK 不是這樣 但是北韓才會這樣 不是 東方紅的角度 OK 這樣子 好 拉起來 倒到另外一邊 對不對 這個地方 要折邊 後面來 OK 解答在哪裡 這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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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右手這邊 往前面一點是怎樣 這裡 這裡 所以這邊有兩個骨頭叫做鎖骨 好 我們在鎖骨的這邊 這樣會不會太緊 我故意問給大家聽的 我故意問給大家聽的 OK 把它藏進來 藏進來 然後呢 後面這裡 塞進去 塞進去不行 會掉 所以要打個單結 單結 單結知道嗎 就是死結 就是死結 你看 故意講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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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